管路连接的话 就是说三通阀左侧的这个口 连接到这个卡尔菲修世纪屏 右侧的三通阀右侧的这个口 连接到五口屏 这个地径口 然后后面三通阀的后面 就是说连接到这个计量管的顶端 这样连接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三通阀 你看这个是这个阀是可以切换的 我们把三通阀切换到这个细页位置 然后我们点一下一气这个复位 好 点一下细页 细页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试剂 从我们的试剂瓶 就是抽取到我们这个地径管 计量管 这个过程的话 我们不需要再干预 它吸到这个最末端的那个线位置的话 会自动停止 然后这个电极啊 这个是特量电极 我们插到一切的后面 有个专门有个插插头 是安装电极的啊 然后这样我们是在吸叶啊 吸叶 那么显示屏上显示的这个数字 这字幕数字的话 就是说我们这个卡尔夫修试剂的体积啊 如果一次特定结束啊 它会直接显示我们这个特定消耗多少卡尔试剂的体积 一毫升的试剂能反应多少水 是相对固定的啊 这个我们叫低定度啊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一个公式可以把那个样子中的水分啊 就计算出来 好 然后这样啊 它停下了 不停下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三通阀切换的作业为止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就打空白 然后这个瓶子里面吧 这个低定瓶里面我们是事先装好的这个无水已存 好 我们现在三通阀是切换到了注业为止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打空白 先付一键 那么再按低定 打空白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先把瓶子里面的水分啊 用卡尸试剂把它低定掉 就是说让这个低定瓶里面 达到无水状态 什么时候会停下的话 我们要看这个电流表 电流表到五十未按的话 就会自动停下 那么现在还是在快速地定 那么我们开到电流表 是不是在偏转了 好 已经快到那个 已经快到终点了啊 快到终点了 然后是在慢速地定 耐冲地定 看到看到这个电流 越来越接近五十未按 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个颜色 现在已经变到这个 棕红色了啊 就快到快到测试的终点了 好能注意一下电流表甚至已经停在五十未按了 这就到了测试终点 它会有一个延迟 那么我们看到 终点值灯亮了 然后有一个报警音 这样就提示啊 我们这个打空白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测试样品了 然后我们取一个样品啊 取一个样品 然后我们做水量 好 我们把样品放到机器上 然后我们把水质稳定之后啊 然后我们按下这个清零键 好 好 然后我们这样啊 一期 水分一这边 我们先按下负一键清零 然后我们打开一个测试口 我们可以这样把料加进去 好 注意到实际的颜色 马上就变浅了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按一下递定键 那么一期就开始自动递定 显示平方显示的这个数字 就是特定过程中 不断被消耗的这个卡式实际 那么快到终点了 到50个按的话 这终点就完成了 好 那电流表 到50个按 这个测试结束了 消化的卡式体积啊 卡式实际体积是8.35毫升 这样就测试结束了 然后我们用这个 就是我们样品的重量是1.3克 然后我们消化的卡式体积是8.35毫升 然后我们的低定度是3 3毫克水每毫升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套用一个公式 把这个水分给计算出来了